甲乙丙为周期表列中第三列的三种元素 副图表示它的游离能与失去电子数目的关系 下流关甲乙丙元素的叙述哪一选项错误 那首先我们从这个图形来观察 游离能变得特别大的 那减1就是它的足数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出来 甲的第四游离能特大表示它是3A族 所以判断是铝 再看乙 乙它是第五游离能特大 所以是4A族 所以是细 丙是第三游离能特别大 所以它是2A族 所以可以判断出是铝细美 接下来看到A选项 甲的原子半径比丙小 原子半径是越往左半边 同周期越往左半边半径越大 所以看起来甲是铝 那丙是美 所以美比较大 所以看起来A选项正确 再看B 乙的颠覆度比丙大 那颠覆度是越往右上角越大 所以看起来系最大 看起来这个B选项是正确的 再看C 甲的氧化物可容易强酸 也可以容易强碱 那甲是铝 铝是两性化合物 既可容易强酸 又可容易强碱 看起来C选项也是正确的 再看书 乙根碳所形成的化合物 具有高溶点高废点跟高延展性的特性 那乙根碳形成的叫碳化系 它是一个共架网状固体 那的确具有高溶点高废点 但它不是金属 所以应该是低延展性 所以看起来猪选项错误 再看1 丙元素的氧化物 溶于水层碱性 那丙是金属 金属氧化物 溶于水层碱性 这也是正确的 总统以上本题的答案就是猪 是什么 坏人擤不水层碱性 就用了这种做法 感谢观看